记者红素金台北报道,穆熙岩录制卫视中文台一代女王,大辽和女艺人脱光光与他人谈逞相见的话题。 穆熙岩说到自己在更衣室与李严谨同处一室换衣服时,竟然发生几响服又惊恐的摸乃其预计,吓得他当场冲出更衣室,连自己衣服穿返都不知道。 穆熙岩说到有次上节目录影,录影前进更衣室准备换衣服,突然李严谨敬敲门问说可不可以一起换装,穆熙岩就在穿衣服的时候,不小心手滑,上衣掉在地上,只好转过身弯腰要去剪,一回头就看到李严谨的胸部,穆熙岩想说都看到了,好歹要表示一点意见不然怕不礼貌。 于是穆熙岩就说了一句,我,乃胸部好大。 没想到李严谨竟然骄傲地挺起了胸部,跟穆熙岩说,是真的我,李严谨穿着比较低线罩杯的胸罩,整个胸部就这样大辣辣地逼近穆熙岩,并示意他用手摸摸看,眼尖躲不掉,穆熙岩只好捧场地打开双掌抓了一下, 但李严谨似乎感觉到他的敷衍,要他用揉的才知道差别,穆熙岩只好低住头不好意思地揉了一圈,同为来宾的刘一揉也笑说要人家摸就算了,但还要揉,这就变态了,让所有人笑成一团。 穆熙岩更衣室里被强迫摸女星的奶茶点自己也被摸 卫士提供,穆熙岩更衣室里被强迫摸女星的奶茶点自己也被摸 卫士提供 卫士提供